哈喽各位智友 如果有做过金属的加工 也许多少会听到热处理这个东西 弹簧要热处理 刀具也要热处理 齿轮 螺丝等等 大多数的金属零件都会经过这个重要的处理程序 那么热处理实际上是处理了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要做热处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热处理工艺吧 进入正面之前欢迎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给我们一点支持和鼓励 继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制造实力 热处理是一种透过控制材料的加热温度和冷却的速率 来改变材料性能的技术 主要应用在金属合金的材料上面 像是铁铝铜铁钛等等 这些材料的性能 例如软硬度 阵性 抗腐蚀性 抗耐磨性 或导电性等等 都可以透过热处理这项工艺来调整 相信大家多少都有看过 刀具的锻造过程中 把铁放到炉中加热到发红 悄悄打打成型之后 再放到一体里 稀的冷却 拿出来后再加热再稀一下的动作 这可不是随意的加热冷却而已 这些动作就是在进行热处理的程序 不同功能需求的零件 也会选择不同的热处理方式 像齿轮轨道这类机械零件 就会利用热处理来增加强度和耐用性 而弹荒汽车悬料这种零件 则会用来提高韧性和弹性 原料也可以透过热处理来让材料软化 就更容易加工咯 经过热处理后的金属 肉眼可能看不出来改变了什么 但内在可是有大大的改变咯 不过为什么只是温度的改变 就能够改变金属的特性呢 金属的原子结合比较特别 我们可以利用热能来驱动它的排列变化 在不破坏物质状态的程度下改变它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金属这种材料 自然界中大部分的固体 都是以整齐而有规则的方式堆叠而成的晶体 金属当然也是 像玻璃的原子就是随机排列的 也就是非晶体 不过这是理想的状态 现实的世界中可没有这么纯粹的晶体 如果把融融的金属凝固过程放大 就可以发现 随着温度的下降 金属就会开始聚集起来 开始结晶形成晶体 会同时在不同的位置中开始发生 每个晶体都有自己的方向 温度持续的下降到完全凝固的过程 最后不会得到一个完全连续规则的结构 此时每一个晶体都称为晶粒 而每一个晶粒之间的接触的边缘 就称为晶界 这些晶界可以让原子不容易错位 所以这种多晶体结构 反而会比单纯的晶体更加坚固 如果晶力越大 那么原子间会比较容易换位移动 就会形成比较软的金属 如果晶力越小 那么晶界就会变多 原子就比较不容易移动 就会形成比较硬的金属 而晶粒的大小就可以用降温的速度来控制 加热到金属原子能够重新排列的温度后 保温一段时间 然后缓慢的降温 晶粒就可以慢慢生长到比较大的样子 这样就可以让晶粒变软 加工后残余的硬力也会被消除 就称为退火 如果冷却的速度非常快 结晶发生的位置就会更多 晶粒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生长 那就会得到更小更紧密的晶粒 那晶粒就会变得更加坚硬 再加上不同的介质来控制降温 就可以达到不同的硬度 也就是所谓的脆火 前面我们提到刀具锻造的制程当中 会把铁烧到发红 塑形之后放到液体里面 漆的快速冷却就在脆火 脆火后的金属就会变得又硬又脆 必须紧接的开始回火 再加热到一定的程度 保温一段时针后缓缓的降温 消除部分的经界 再加大一些精力的尺寸 让硬化过后的金属就可以回复到韧性和弹性 这通常是热处理最后一道工序 能够让金属的性能稳定 来避免变形或产生裂痕 退火 退火 回火就是热处理的基本三把火 简单来说 能让弓箭变软 好加工或消除硬力 就会退火 如果要让弓箭加工完成后 加强硬度等等的工作性能 就会退火 退火完通常会在回火 来调整韧性和增加稳定度 细番还有许多不同热处理的技术 例如正火 高温回火 低温回火 深冷处理等等 主要的差异就是在加温温度 和冷却速率的控制和设定 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其实依照用途的不同 也能对弓箭整体或局部来热处理 例如铁轨接触面或齿轮的崖面 因为热处理的关键就是控制 在大量生产的时候 就必须要精准的控制 每一段流程的温度 加热温度 冷却速率也都要严格的控制 才能够确保每一个零件 都有一样的性能 所以专业的热处理厂 都会采取自动化的热处理制程 像这台就是台湾目前 最先进的热处理炉 就是用机器把零件送到大烤箱里面 完成处理后也会自动冷却 而且这个炉里面 就加入了很多的感测器 能够智慧控温 炉体本身也有超强的蓄热效果 人站在炉口都完全不会感到热 确保每一个制程中 每一个弓箭都能够完整 而且平均的受热 冷却之外 也可以防止热能散失 还有更节能减碳 而且整个过程中 温度的数据也会被忌妒下来 就像食物有生产履历 热处理也有热处理履历 可以让购买的客户来查询 同手无期啦 毕竟没有经过正确热处理的 金属零件或产品 基本上就是金玉其外 败序其中只是虚有其表啊 其实人的恋爱过程当中 也蛮像热处理的呀 例如感情正火热的时候 突然被分手了 并会成长成为更坚强的人吧 有机会我们再来多聊聊 不同的热处理方式咯 下次见